编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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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化好不好 还挺好的 反正就能这么活着 今天早做吧 有一点乱 然后 然後這感覺比以前還亂 就是今天我們還在說了 說一上課的時候就覺得念了很多 然後一笑過之後 反正覺得變少了 其實還是就像我看你 就是說還是從那些沒有真正的覺醒一些東西 就是說我休息一會休休就疲了嘛 甚至覺得上座下座都差不多 尤其你們這些老修行 下了座也就那麼回事 上座也就那麼回事 慢慢慢慢就反正 就是說心性上那種緊迫感 就是說到底為什麼我要修這個精進那種緊迫感 越來越沒有了 新鮮感也沒有了 你要知道就算今年過 就算你這樣子活下去 就相信也活得不錯 就算為了說這個肉體 養活這個肉體 滿足自己的一些欲望 就這麼活著 你喜歡攝影去搞一些攝影 就如果這樣子走下去也就是這樣 其實還是沒有觸動你 就是說其實真正你還是要回來問自己 我是誰 我要幹什麼 對你來講你這一生 三十多歲 走到今天為止 你的每一個 決定 其實每一個學生 你的所有遭遇 與你的生生世世都有關係 與你的好多事有關係 都在意想 但你一直不明白 上一世沒明白 上一世沒明白 這一世仍然不明白 下一世仍然這樣子 就是你必須靜下來 再重新去思考 不要提前 腦子裡已經開始想未來 這一刻 這一刻 就說希望你們這半個月 或者是這十幾年 只想現在 2013年是2013年的事 一定要面對 面對今年的每一天 真的活在當下的每一天 雖然當下的每一天 好像看著很平淡 沒有什麼 2013年更沒有什麼 所以一定要面對當下 如果你對修道 還很感興趣 很希望 能夠看清一些真相的話 那麼 希望還是珍惜 珍惜未來的世界 做人很痛的問自己 我在幹什麼 每天在幹什麼 我的大腦在幹什麼 就這麼 我每天就這麼 亂七八糟的想 這麼多念頭 好痛的問自己 我在想什麼 我想做什麼 還不就是滿足 身心的慾望嗎 就是這些吃喝喇叭 你也知道 你是不滿足這些的 只是 你是一個很 有時候很理智的 就覺得人就是 應該這麼活著 就這麼走下去活著 但是你知道 你追求的東西不是 因為內在如果有一些追求 有想 超凡脫俗 真的想追求一些生命的真相的話 那只能修道 那修道現在是最好的機會 還是把握好這個場 到元旦之前吧 盡量的每天做人問自己 我不是說我們沒有這個修道的絕心 只是有時候會疲 疲它下來 因為觸動越來越少了 因為對你們的觸動 開始大家好奇 提提音樂 大家有時候說說 大家還不認識 會想認識 慢慢慢慢就疲了 大家都油了 見了面 誰也難得你 開始每天就像 例行公事的進去做 這個就不是一種修正的狀態了 雖然你每天在做 你要做 最要是沒有結果 沒有 就不是精進的一種 你就不精進 就像你每天做四個小時 也不精進 因為心已經開始皮了 不是散是皮 沒有感覺 麻木 對修行麻木 覺得修行是為什麼 從明天開始 每一天都要是新的 睜開眼睛 重新認識自己 睜開眼睛一切都是新的 一切從頭開始 從零開始 一切從每天都從零開始 你沒有打過桌 明天早上一開始 坐在那的時候 你都是第一次 第一次坐在那 第一次問自己 我為什麼坐在這 每天都這樣 要不斷地 要給自己新的東西 那個思維要開始 這是個覺醒的開始 世俗的事不是不做 我們有大把的時間做 會有很多時間可以做的 雖然每個人 不管家庭也吧 自己個人問題也吧 每個人都有困難 這些事 在這個世界上 不管你成功 這是暫時避免不了的 但是到目前為止 最起碼我們還能吃飽串暖 我們還暫時沒有問題 所以在目前 就是說你還能吃飽串暖 還有避飽出海 就是說一切不是最糟糕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拿出時間 趕緊修道 就最後的一段時間 也許會趁這個能量的之後 我們會成為最早覺醒的人靈 有很多東西我們遺忘了 其實就存在我們的記憶裡 宇宙的很多很多次的變化 其實都在我們的記憶裡 每個人都錄下 你都會回憶起來 有些東西 那不需要滲透 如果我們能回憶起那些東西 我們會震撼的 我們不是這樣的渺小 我會知道我們從哪裡來 為什麼活著 我們活到每一步你在幹什麼 你迷失在什麼樣的假象裡 所有的一切 一剎那都會寫寫出來 並沒有什麼高深的東西 生命本來的樣子就是那樣 不用去探討更高深的概念 什麼色空不二不用去探索 等你醒來的時候 一切就知道了 一切就是那樣的 而我們有機會醒來 這才是真理 反正繼續努力一下吧 不要說2012年也剩幾天了 很快過去了 我在打算打算2013、2014的事情吧 那是過了元旦的事 而且是太容易打算了 因為世俗都是很簡單 只是幾個選擇 選擇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 選擇怎麼生活那些東西 太容易了 怎麼做都有好又壞 怎麼做都有必必得失 都沒所謂 是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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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有感覺到世俗的事 時不時的還是會 你自己造成一些乾癢 還是會 就是 呼吸當中會影響 影響你在作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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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會性會什麼 嗯 其實乾擾你的還是你自己的 意識上面的念頭 你想的太 你想要很多想 想正想 還是想過去 需要现在未来想一些事 当下的事情来了处理 处理完不再挂在心上 有什么感想 有什么干扰 就还是始终我们无法停留 对未来的思考 对未来的想象 其实你也知道 未来来临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都是知道嘛 事实都是很简单 如果你只是追求自己的 就是自己去做一些事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做 其实事实利益别人的事 并不是很容易做 因为你要做缘具足 需要很多缘的 所以有时候 比如说去红发 或者做一些利益 很多人的事的话 也要广结善缘 及功德 其实这也是要 没有条件也是做不成 也不具足也不行 就始终不要从外在造原因 不管你任何时候 还是你自己脑子里有问题 还是我们自己意识层面 你觉得有干扰你的 那肯定你还是有自主的东西 我那天也能够带着一个话说了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意识上的招牌 后来我发现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我好像比一般人 把汤青丝卖业的东西隐藏得更深 就是说可能很多人通过我的外在的东西 看不见我 看不见有太多汤青丝卖业的东西 但实际上我汤青丝卖业的东西 比一般人就是埋得更深 甚至很容易发现 或者就是你挖掘起来 可能会更困难会 还不是你每个人都有 他这种也不是说你 只是没有跟你同样动用的人撞击你 因为你还不值得露出来 有些东西内心的那种恨啊 或者是那种 你已经习惯于把内心深处那种不满跟愤恨 那种转化成一种坚强跟意志 因为这个是从小的一种习惯 就是慢慢地往内走 然后转向你越来越坚强 然后或者是 就是一种转向 转为一种自己奋斗的那种自弃 没有什么好不好 就是只是没有 如果你只是没有更冲击的事情 值得让你去把它在外显化 如果外在的力量够强大 够让你觉得你 因为还有道德观念啊 做人的种则啊 等等等等 耶稣你 如果是真的外在的 说日本人打过来 或者是什么 你觉得足够正义的话 这个力量你绝对可以发出来 因为身边的人 或者身边的事不注意 让你发现从外走 你都从内走 每人没有什么 不好 你只要静下来 贪嗔痴蜗鱼也就像水面上飘的 浮 贪嗔痴蜗鱼 其实 说我们每个人都有 但当我们回归到 慢慢觉醒的时候 真的贪嗔痴蜗鱼也像 蓉物一样散开 那些东西算什么 什么也不是 这是我们的一些情绪的纠结而已 不要把它当成会 认为我们可能永远成不了 不然它那致脉永远在这 那些东西真的是很虚幻 那些东西 无我的时候 你有一念进入突然宇宙 进入无我的时候 那些东西就会散开消失掉 你就很清静地看到了 一切的真相 你本来是融融不动的 你本来没动过 你本来就没情和崇敬的那一面 你本来就是圆满的 而且在这个世界 你会视线圆满的一个光明的境界 那个时候虽然是说 是你视线了崇敬 视线了光明 但是并不是有分别的那种 说有崇敬就有黑啊 有高就有景 不是那些东西 因为太清静了 清静香 只不够清静 先不要认可 你的内心就是狠的 你的内心就有那些东西 我们生生世世 就做过什么什么什么 虽然它们是 无形式地影响了我们很多事 没问题 但这一刻我们应该看清楚了 那这是一场梦 千万不要让他们在我们的心心 再留下痕迹 一开始觉醒就是要破这些 摇摇牙 努力一把 先不要想太多了 摇摇牙 什么个人的 个人的得失啊 把情感啊或者是身体的状态啊 包括你的病啊等等等等 暂时先放一边 只要是自我的先放在一边 为什么连这么几天做不到 先把自我的东西 个人的东西先放一些 就拼也就拼着最后几十天嘛 再拼一下 再坚持一下 这今年直接在几号了 十几天 十二道元大 再有一个非愿嘛 来个治病 但不管怎么说 到远到我们都应该清坐一下 首先是不要太在意自己 不是说别人 不要是从自己一生到这个世界 到现在这一刻 全部清洗掉 不要太在意自己的那种 得失啊 曾经做过什么 没做遗憾啊 无奈啊等等等等 全部清洗 宇宙朝能量的一个转发 就是说全部清洗了 回到你的 像婴儿时候 回到你那种最崇祯的那种状态 别忘掉我们的差别 不要觉得你跟别人是不同的 我们是一模一样的 虽然我们的 如果你不同 你只是记住了 你过去你的生活经历跟我不同 你生下来 你在四川等等等等 你经历过什么 我经历过什么 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记住 不同的是做幻想 相同的才是我们的本来的东西 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每个人都是 如果你记着你是跟别人不同的 那么你已经迷失了 未来也没有 别人能做的你都能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